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20日星期日的下映时间 今节又是我许刘山,还有我们的小白红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芒向》的全能战士大马尚马来近 各位芒友好 还有我们现在镜头背后的纽西兰铁人易得台仰 大家好 记得点赞我们这段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为什么我说了三架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节都是我们的芒友的 有问就有答 我们的芒友问得我们就会答的 我们当然在我们知道的范围 这段时间我们有时节目就讲一下车 有很多芒友接着有打来问,不是打来问 send message来问有些比较,这一部好还是那一部好呢 还是怎样呢 咦,又不若而同,又是问SUV系列啊,社长 我们不如又跟大家一起聊聊聊,好吗 对啊,首先讲了那两架小的七人车 就是本田的Fried 和这个丰田的Sienta 嗯 那这两架都可以载七个人的 那SUV呢,其实CRV呢 都有七人版,但是呢 那CRV呢,我们就跟RAV4 就是对比的时候才讲 那首先讲了Fried 和这个Sienta先 那其实 两架车都是 1500cc 那 其实如果载满了8个人呢 嗯 或者7个人呢 就是有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载客数量 那如果坐爆的话呢,其实两架都是不够力的 哦,这样 那一定啦,就是你看Sienta就更加了 那但是这些车呢,其实都是挺好的,如果你间中才要载七个人的话呢 这些车就,我觉得是完美的 因为那个车楼又够高,其实是挺舒服的 哦,这样 那如果以香港市场,那我不知道啦 那台湾市场呢,如果Sienta七人那只呢 出了一个新版本呢,就叫 Crossover 那不知道香港有没有啦 那近来呢,都买得挺热的,那这部呢 就1800cc啦 那他多了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叫做Safety Sand 主动式的安全防护系统 那其他的Crossover呢,其实呢 都是前后保险干的 做一些雕花龙鳳的那些 1800cc就台湾特幼的 1800cc是台湾特幼的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1500 那当然有不同版本啦,还有 就是 还有Hybrid版那些,那Hybrid版就 好力一点点,但是车又重了一点点,其实拉回坏都差不多了 有些就说Hybrid版呢,就 应该怎么说呢,起步也是差一点点,但是呢 如果你逢久了,例如你要 要上一段少少的山那些呢 中段呢,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力量感呢 都是 不错的 我们这边呢 今天呢,我都去看过那部叫做 Sienta Crossover那只 那我还拍了段片的 那我晚一点点呢,那这一节出了之后 我们晚一点点都会放上去的 那 不错的,这际 Lexell这一部东西呢 这部车呢,还说可以 买部车送一部 55寸 JVC的 QLED 量子电视 哎呀 爽呀 QLED 怎么叫做量子 这么厉害 一个Q字 量子电视 哈哈哈哈 那个Q字不是这么解的 Quantum Q 对了,没错了 那他说送这一部 那我跟着我问他 咦 那我家里也有部电视 4K电视 还用什么弄多部 55寸呢 是吧 那你回收回给我也行的 你买回给我也行的 那就可以 减回 一匹 一匹的台币 这样 哦 这样啊 都挺有趣的 都因为现在要叫竞赛月 还是怎样 如果你说Sienta这部 那内拢呢 我都坐过上去的 都舒服的 那当然啦 你说跟Red4比的 那当然是Red4 舒服一些 还有那个质感那方面呢 就真的啦 一坐在内拢都不同一点 不过当然啦 Red4没那么多位 不是七人来的嘛 是不是 Red4就没有七人版的 没有啊 曾经旧款呢 有一段时间 欧版就有七人 不过现在就 应该不会有的 暂时 就是这一款应该 暂时不会有的 那 为什么呢 如果根据 一些在Toyota做的人说 就是说 因为他们想推大价 就是买大价小小的人 就去买一辆Highlander 就是或者叫做 在澳洲就叫Kruger 那会比较舒服一些 还有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始终都是 有其他的七人车可以替代 那他又不想 令到那些人买了Red4 就不去买Highlander 这样的 那些市场定位的问题 那其实 讲回这个Sienta 那Sienta其实本身都是 Echo Yaris 或者叫做Vids 那个底盘来的 其实本身那一架都是 1300-1500cc的底盘 那他当然那个轴 就拉长了一点 还有车身又高了一点 那 在Honda 就是本田 Frit的情况呢 就是 他本身是 Jazz 或者Frit 的底盘来的 嗯 就是我自己这里呢 我们这里就没有新车的Frit 又不会有新车的Sienta买的 哦 因为我这边呢 未来就说 下半年 即2021年的 6月前左右 就会有一只新版本的Sienta 那么到时呢 他那个就是 底盘那里会强化 就是刚才 社长 说了 那个 可以说 这段时间 来说 Sienta的底盘 那个的问题 你说 上山 或者下山的时候 你 你倒霉之后 一 那一下呢 你就 明白了 那种 铅着 就是那种扭曲感 如果真是换了 底盘 跟现在那个 TNGA TNGA 那种 type的底盘 之后呢 那么效果就应该会好很多 那么当然啦 那么有些人就说 哎 早买早享受嘛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 如果啊 等得到的话 等到 等到 TNGA底盘呢 我觉得会 是 那个Sienta 你可以 链久一点 还有那个感觉 就是差很远 是吧 但是有件事要提醒一下网友 就是不要买第一批的车 所有新车出第一批 你没错 你新出的时候买是 早买早享受 也都很帅的 人人都没有的时候你就有 但是呢 人人都没有的问题呢 你都会经历过 就是 这些就是 买新车 就是买新款新车 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那个款是刚刚出的 头那一批车呢 它一定有一些 小问题 就算是丰田 都是这样说的 因为之前我们都见过的就是 它刚刚伸出 那个 PIDO 刚刚转款的时候呢 那么它换了一副新车下去 那么那副新车就加了 就是油渣那些微粒的那些 格清的那些东西呢 叫什么呢 英文叫做Diesel Particular Filter 那么 很多问题了 那么那副引擎就真是 搞到 很多人呢 对丰田都没有了信心 因为那个DPF是 很快就要换了 而是不知道为什么会 这样 到现在都是 那么 有些情况呢 丰田是会帮你搞回电的 但是呢 我认识了一个机构呢 他们里面就有 5、6架这些这样的Hilux 就是类似都是 都是那些皮卡车 就用那副引擎就跟 那个Prado那一架是类似的 应该是同一副引擎的 那么它换了那个DPF 换了三次 丰田就说不帮它换了 那每一次换BTF是几千元 是啊 它之后要它自己给钱 就是过了保养 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个 那么这些问题都挺大的 但是现在你还好 我们刚才说的那两架车都不是油渣的 所以就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些小问题通常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门啊那些边啊 其实它越陷越漂亮的 其实理论上是 最初头那批车一定那些门边 可能 就是没有那么齐整啊那些 一定有的 嗯 如果你买第二批或者第三批的那些 就会好很多 是 我听那些朋友说呢 他说 Tesla 到了现在那些 那么多 不知道第N批呢 那些门边都是不行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小路 那你没办法 就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看到 Sienta 其实这里就是很多时候 日本那些 二手车就会运到这里 那么 回应这个网友的事 之前呢 我就去看过 去一间二手的 车场呢 看过 一架 一百年 Hybrid版的Sienta 嗯 Fleet呢 我就在 日本错过 还有在香港也错过 那么我自己就觉得呢 如果你不介意那些颜色的问题呢 Sienta的内窗会是漂亮的 因为Sienta我看的那一届 内窗是白色的 那么 很有趣的 那些椅子是啡色的 那么 载盘就有一条 橙色线 在那个 那个 标板前面那里呢 又是有一条 橙色的这样的线 开了那个 手套箱 其实就不是 严格来说不是手套箱 它 它是两层的 下面那就是手套箱 上面那里有一些 柱物的位置 打开是橙色的 就是小小的一条 这些色调配搭就 很独特 是 后现代社会主义的那种 是很独特的 但是马上都静了 哇 这样啊 是啊 就那个颜色配搭pa 苯哥 苯哥 导哥 大爸传说 咦 一定不pass 没办法 因为他 始终你说个内楼设计那些呢 你说如果价性比较高一点 万事得的内装其实都不错 如果台湾计算100万台币以内 人们说最正的质感 内装的质感都是万事得 现在如果大陆日本车来说 装得最漂亮就是万事得 封田都漂亮 但是设计漂亮一点就是万事得 封田用的材料应该会耐用一点 残了就没那么肉酸 如果你去看 其实你要看万事得的车 譬如它用了5年之后的状况是怎样呢 它5年之后的车盘就会滑滑滑的了 就是那些皮 它用的皮 应该看起来就没有封田用的那么漂亮 如果你去看封田用那些皮的泰环 它5年都好像新的一样 我自己会买过来套着它 你会买过来套着它 我不会 我买个手感比较好一点才套 我自己就不会套了 不会戴套的 这些情况 因为我经常觉得相对地摸下 比较幼一点 如果再厚多 一层仔的手感会好一点 我通常觉得这样 可能你要买美系车 美系车的态盘就粗一点 美系车德系车的态盘就粗一点 不用 自己不断加个套就可以了 一来就可以保护着 那我们就懒一点 封田以外的品牌 封田以外的品牌 你怎么看啊 社长 封田以外? 刚才还有另一个牌子 本田那些 本田其实刚才讲回Fried Fried那个车龙就传统一点的设计 颜色各方面 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漂亮的话 我自己就喜欢Fried的车龙多一点 但是我知道本田那些胶料 尤其是它有银色免料的 因为Fried中间那个机头那里就是银色免料的 还有那个冷气键也是有银色免料的 波棍也是银色免料的 波棍它半边是皮的 右手边那里呢 就是那个键 当然是自动波有一个键 按一下 那个键是Chrome的 但是旁边还有银边的 那Honda这些车的银边呢 救了是很噁心的 而且是救得很快的 设计我觉得是Honda漂亮一点的 是不是像氧化那样的感觉 不是 它一刮就花了 基本上 就是你如果找一辆新的 近新的你看看那些位置都是花了的 而且是很噁心的 一看上去已经是二手了 我这边卖Fried也算是划算的 都是划算的 不过我那时候听过它有一个叫EBD那种电子刹车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它叫做力度分配 就是你一踩下去 它不是合一声 那种 我觉得好像不知怎样 我喜欢自己控制那个刹车 自我多些 要不然有少少 踩下去的反应不够快 电子力度刹车那种 它会有少少 不是踩下去 有少少好像差了半拍到 但是好像丰田现在都是用这些 是吗 它是叫drive by wire和brake by wire 好像丰田都是用类似的东西 那要自己试一下才觉得 所以你要试驾才行 就是它那个 如果台湾叫做 叫做刹车的线性 那种线性究竟你觉得是怎样 所以为什么说你要自己去试一试 就是每一种车的调教 例如那些原调是怎样调 那种车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它被你吹了一圈 买车通常都要看你的车坐多少人 如果你平时坐三个人 你就三个人去试 坐四个人就四个人去试 比如你平时都要坐七个人 那七个人全部去试 那会好很多的 是 跟fit那个呢 你见他那个门 上落那个门那里 那个侧群那里 那个位置就没有Sienta那里 那么容易吃光的污水 它的侧群的设计是会好一点 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因为你的侧群弄得不好 你下雨的时候 之后可能有些水 可能就算没有下雨 之后有些水流去到 那一条东西就很危险 还有下车就打到整个褲脚都是 有时候侧群的人都挺在意的 哇 穿了一条白色 浅色的褲 整条褲后面都黑了 有些就会这样说 Sienta那个是弯的 好像门那个位置 所以你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 嗯 那不过Sienta呢 如果你再看再旧一些那些 真是中古车 它内拢就耐辣 耐辣过Fried 如果我自己去看过 因为我也看过那些 比较旧一些的Sienta 举个例子是2014年 但是当然了 Sienta始终都是有个问题的 就是车拢的颜色是古灵精怪的 那有些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是你那边独有了 那我们那边都很树蜜的 就是内拢的颜色都没有特别的 因为我们那里其实是日本来的二手车 那那些车拢的颜色是怪到怎么样呢 就是我看到一架是2014年的Sienta 那它的车拢的凳是粉红色的 哇这个造型很跳跳的 不是说笑的 真的是粉红色的 如果车身外面是黑色的话 一进去粉红色都黑一黑 那不是 我看那一架就是它外面是淡绿色的 苹果绿这样 OK 那它那些银色位 就是它都有银色位的 这架Sienta 但是它好像丰田那些银色的物料 就比较短一点 可能是会不会呢 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看到就是 见到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同一个车轮 你比较 Honda那些就花了 好威力算 是 因为为什么呢 就算你都想 我不会用到那么多年纪 但是也想买出去的时候 那个价值呢 比较高一点 其实就会好一点 是吧 是啊 那它1415年的时候 它那个Sienta 我也看过一部 是淡蓝色的 就是湖水蓝的色 接着车车又是粉红色这样 这些是奇怪的颜色配搭来的 是 那接着有一段影片 就拍到我在丰田里面 拍下这个Siena Cross的 Crossover 那个内装究竟是怎么样 那大家也都整个车 就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怎么样 那大家记住了 上去看看究竟是怎么样 如果你的内装来说 我都觉得 都是都挺舒服的 也到操控方面都挺好 那个手感 当然 我当然不是整个银出去 试试坐在那个駕驶位那里 试试一些东西 今节暂时到这里 希望网友如果还有什么车的问题 还是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说一下研究一下 都不错 那之前有些网友问的 怎样可以改车那方面呢 那也都可以大家一起 聊一下研究一下 说一下 当然 当时呢 你说保养期那个阶段 就不要过去太跨了 因为香港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台湾那方面呢 例如你的灯 那可能你说 喂 我要换个LED 那些漂亮点的车头灯 很厉害那些的 有种叫光剑 一开出来好像剑那样 那么厉害那些 那么漂亮的 菲利普那些 又一种 那换完呢 但是你又不能够过剑 你到时候回原厂保养的时候 喂 喂 两样东西来的哦 原厂不是保你这个牌子的哦 那可能就不帮你保 可能说 因为你拔那些电线 又会不让你保 会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 如果真的想改车 有机会再说一下 例如什么刹车盘 刹车碟那些 例如怎么样 有机会再说一下 还有记住了 不要记住了解清楚 问了改元 会不会影响过 那个叫做保养先 才好去改啊 不要你说 哎不是哦 我买个什么 不是我改了吗 不可以这么恶的 就算买 买Benz 买到林保堅尼 那些都是这么说 好 好 今节 别别别别别别别 因为其实还没讲 我还有两件是没讲的 好 就是CRV和Red4 那CRV的话 现在如果你买新的话 我们这里都有 但是它全部都是1.5Turbo的 那究竟 就是有些人就 从来都有个问号 就是Turbo引擎 会不会没那么耐用呢 或者会不会容易一些坏呢 理论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 就是那个加速的那个感觉呢 就Turbo会来得更厉害 就是有Turbo 就是虽然Red4是2.0 或者2.5 就是我这里见得到的 就是2.0 2.5 那它那个1.5的加速力呢 其实是够照的 而且本田是会省有点的 本田的车是 跟这个丰田的车对比的话 那你自己要想一想 究竟你的车是干什么呢 还有CRV有个好处的 CRV是有七人版的 那如果你是考虑七人车的话 其实CRV都是不错的 和这个Red4 特别因为Red4现在新款 根本就没有七人 那如果你买一架旧款 欧版的 应该是欧版 可以说叫做欧版 或者是 在日本二手呢 就会叫做Vanguard 那其实那是Red4 那它就会有七人版 那这些 要看你自己的需要是什么 我的建议呢就是 你去试试CRV 因为CRV是 我觉得可能会 好过买一架Freed 或者买一架Sienta 因为始终一架车大价 还有呢 内装的水平 CRV是高一点的 当然高过Sienta和Freed 但是你说和Red4 Red4是 装功又是漂亮一点的 相对 但是Red4的内装的设计呢 有些人会觉得很老套 但是就稳重一点 我之前也拍过一段影片 就是有拍到Red4里面 那个内装究竟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问我呢 是多稳重 是多 感觉都 都挺帅 也挺帅的 就是你说要很帅 还是设计很漂亮的 那些 这个就树难从未了 四平八稳 不过他那个 有一种 虽然你看到他这么高 但是他其实是用了低重心设计的 那个感觉呢 开起来是不错 如果以Red4来计呢 台湾是这段时间呢 是销量最高的王者 很厉害 几个月来呢 都是抛离整条街 当然了 抛离回来 都是他们自己本身 丰田的车 那如果Red4 他现在这一代呢 其实底盘是改了TNGA的底盘 那我觉得 所以那个扭力 那个扭光性 台湾叫做 就是 都是大幅提升 就是对比起之前的 就是 还有它是四驱呢 嗯 它有头鹿板的 就是Red4都有头鹿板 有头鹿板 这边没有 有头鹿板 这边没有 头鹿板 头鹿板有些 其实如果你 没必要 就是你只是走公路 其实四驱没什么用 你说会不会 就是下雨的时候 好少少都会的 但是 现在那些电子配备 其实你又没有四驱 就是如果公路来说 不是差得那么远 嗯嗯嗯 现在那个 容易了很多 去到你那个想要 那个叫轨迹 那样 你要先握一下 都是你要先握一下 都是你要先握一下 因为 因为丰田的操控 其实对比起本田 就差一点的 就是丰田它 如果去YouTube 你找MOOSE Test MOOSE Taxi Test 那它会有几个YouTube Channel 有一个叫KM77 KM77那个就是 是欧洲弄的 那它还有一间叫做 忘记了叫什么 总之就是北欧那些 汽车雜誌 它是专门做这些MOOSE Test 那丰田的车 是整天那个 就是都是pass不到的 是过不了这个测试的 第一次是过不了 就是它出了一辆车之后 它测试的时候就过不了 还有很狼狈的那个样子 是挺令人害怕的 那你要想一下就是 你会不会 就是突然之间 要在路上闪避一些东西呢 如果就是 你是开得比较激烈的人 那可能丰田的车 就不是真的那么合适 你可以去YouTube 其他频道 按一按 是 要不是要靠自己了 那个 要突然间闪避一些东西 是啊 它的操控性是比较 就是差一点 和其他牌子比较 嗯 那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差不多了 如果答完的话 你就继续留言 那接着有些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回覆你了 好 没问题 好的 拜拜 拜拜